全球的PC 現在 經過這幾年的演變 聯想現在領先 惠普跟Dale 大概二三名 同期是排第四 然後蘋果到華碩 那今年看起來 DOG 聯想衰退12.5 那惠普衰退27.9 那今年有一個特別的一個點 就是說 巴菲特去投資HP 那也引發大家高度的注意 要請教陳董就是說 好 我們看到這幾年 中國的聯想在PC領域 不斷的擴張 在整個PC產業的發展過程當中 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PC的需求主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剛性需求 剛需 這剛需它一直都在 因為上班的需求 你沒有辦法用手機來上班 你沒有辦法 所以用平板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筆記本電腦以及電腦 它在辦公室 這個以及做功課 做research 它真正的需求 這剛需是一直都在 第二個部分呢 它需要一些新的usage model 來做刺激 新的技術突破來做刺激 比如說以Acer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剛剛做出來 這個是裸眼3D的技術 今天我今天帶過來 這台電腦呢 它就是一個裸眼3D的技術 這個技術呢 它是靠著 這上面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兩個 眼球追蹤系統 那這個眼球追蹤系統呢 它會追蹤你的眼球 把它的畫面呢 位給你的眼球 不同的畫面 在你的大腦當中呈現深度 它會產生3D的效果 不管是3D的內容 還是2D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3D的畫面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使用模式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 一個新的刺激 能夠對市場產生不一樣的效應 那這是我們認為 長期整個PE市場應該 該做的就是一些技術的突破 而不是一直強調在 價格以及它的spec而已 它不是標準規格產品 現在從產品當中 它會衍生很多的變化 我們也看到鴻基在這幾年 包括機能型飲料 你也在做嘛 看你最近講半導體的 這個晶片過度投資 他說台灣 你認為台灣要小心 我大概看到一下資料 今年到明年 大概有29座晶圓廠要出來 台灣有8座 大陸有8座嘛 這當中 現在我覺得成熟自成 因為中國現在無限擴張 會造成大家無限大的壓力 當然現在台灣這幾年新開半導體 其實以台積電為主 其他我看了一下世界先進 這個聯電它以成熟自成為主 它已經沒有在扣廠了 利益基電大概在祖蘭 那個銅鑼大概有一座嘛 所以台灣的投資基本上以台積電為主 實際上我的論述其實是從我們現在看到的市況看到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在短期之內 今年下半年呢 它的市況應該不會比去年下半年來得好 這個是我們已經看到的 中間在 YOY一定是負的 對會是負的 那這個compounded with這個庫存 現在大家的庫存都蠻高的 那宏基公司的庫存高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PC公司來講 我們還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不斷的我們的供應商量 就是半導體公司呢 對啊 他現在已經要你提貨 已經到過來了 因為原來都是我們缺貨缺貨缺貨 現在到過來 現在他一直來找我們 一直找我們說 可不可以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 我是在提到說 當我們說到PC 今年IDC說是8個percent 第二季度是15個percent 負的成長的過程 其實對半導體來講 對半導體供應商來講 他看到的絕對不是8個percent 不是15個percent 他會比這更大